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倩荣和运动鞋帽艺公司执行长李德利在2004年结婚 最近他在社群发文透露 老公问他有没有薄金包 他说没有 老公好奇问说那之前卖掉的爱马仕是什么 如果都不是薄金包岂不是赔本卖亏大了 他回应说都没有亏都有赚到 包括林迪康康凯莉这些包款都有增值 但他表示过去买康康包只要20几万 现在市售60几万已经买不起了 接着他透露以前是月光族 对高奢品的渴望是想证明自我价值 后来两个儿子到美国念书 夫妻财务有压力 所以每次他看到精品包包 在换算成儿子的学费 会很清楚只能选择一项 但是他并不后悔 认为就跟当年编卖包包 是为了套现录日一样 最后他也开心表示 舍掉买包的钱又来养孩子 一定比买包更有增据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红